有一種炸的食物叫做雙胞胎 大街小巷 很多地方都有在賣 不過在宜蘭有一家店 賣了雙胞胎 一賣就是五十年 這家小店沒有華麗的裝潢 有樸實的古早味 但卻讓異鄉遊子跟外地遊客 每每在起鍋的時候 總是大排長龍 帶你來看看這好吃的排隊美食 酥黃的雙胞胎在油鍋裡來回翻滾 芝麻味在空中飄香 雙胞胎一起鍋 大排長龍的客人早就按耐不住了 一拿到手 顧不得燙 先大搖一口解解饞 外面很舒服 我都覺得我還是在家 有沒有不虛止行的感覺 有 等了很久了 另外大排長龍店內老師傅 揉麵糰的手也從沒停過 為了讓雙胞胎吃起來香Q軟 老麵糰細細暗揉後 還得要擺上三天 每個步驟都不能馬虎 老麵糰就是要比較煩 煩就是要四天 放幾天 三天 什麼要放三天 太久也不行 太久還沒來 太久還沒來 就是這種堅持也讓顧客回味再三 沒有招牌沒有展新裝潢 卻在羅東飄香了55年 一個12塊老闆投入了全部青春 沾滿麵粉的手現在換成兒子接班 父子兩人四隻手一起在麵糰上用力的拍啊拍 這家店傳承的不只是雙胞胎的好滋味 更多的還有令人難忘的家鄉味 明星文黃副義宜蘭報導 好